大批便衣远警团团包围 眼前这名黑色短袖的男子 只见他双手背上靠也只能乖乖配合 警方如此大阵仗 因为把时间到回一个小时前 这名黑衣男涉嫌一起抢夺案 只见当时他骑车在路上闲晃 快速骑进巷弄 两分钟过后又再次出现 这时候他早已得手价值三万多块的金项列 那个人来跟我阿嬤问路 就问一问可能就从脖子拿走金项链 我阿嬤当下就吓到哭了 被害人孙子相当无奈 心疼阿嬤的遭遇 抢案发生在20号早上10点多 信玫市板桥金华街上 当事人80岁的刘姓老太太坐在住家外 结果43岁的未姓嫌犯 立刻上前攀谈假装问路 让老人家邪向新房 后来露出马脚 直接行抢脖子上的金项链 立刻起车逃逸 警方寻线逮到人 没想到他手脚针块 金项链还没变现 已经拿去交易换毒品 进一步调查发现他还有窃盗抢夺等前科 上周也在辖区犯下一起窃盗案 结果这回为了买毒 连高龄80岁的妇人都不放过 嚣张犯案的下场就是狼狈落网 TVBS新闻旅行无心焉新闻市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